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讲《显观传言论》当中 今天讲《夹行道》当中 正当《夹行》当中的 应该是第七个法 就是叫做《大乘觉者法》 宣说觉者分为它的本体和分类 觉者分的本体主要是 觉者分智慧的殊胜自他而立 那么分类有《夹行道》的 乱为 定为 认为 还有胜法为 有四个方面 这里也讲到了《顺觉者分》 《顺觉者分》我们前面也讲过 它是叫《夹行道》的别名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 首先讲的是 《乱为》的 此乱等所缘 占一切有情 缘彼心平等 所有十种相 我们在这里有讲到一个 《夹行道》的乱定人胜法为 我们前面讲即知 道知 辩知的时候 都有讲过《夹行道》 乱定人为都讲过 跟前面讲的不同点 主要是觉者圣者的 入根本毁定为主 那么我们在正等加行当中讲 《顺觉者分》以后得圣者的出定为主 也就是说 后得的境界为主 前面讲圣者根本毁定为主的时候 在这种根本毁定当中没有所缘 因此我们前面讲的所缘以空性来说明 那么这里厚得的时候以缘有情 所以前面表示智慧 而在这里讲到大悲心 因此在觉者大乘佛教也好 或者说讲《相关庄文论》的时候 始终都是知和悲 也就是说 如根本毁定的时候 圣者的智慧最究竟的境界 因为它入了根本毁定的原因 在出定的时候 实际上利益众生 始终都是不能放弃的 因此很多道友可能会想 为什么前面也是经常讲到加行道的 这四个方面 这里也讲到加行道的四个方面 主要是有这么一个差别 还有我们讲加行道 包括机制和道制还有边制的时候 都有不同的时候都接触 但接触的时候 也是觉者机 觉者道 觉者果 从这么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讲的 因此讲《相关庄文论》 如果你不了解的时候 好像每天都有时候有讲一个所缘和形象 有时候有讲一个加行道和资粮道 好像不断地在重复 不断地在反反复复地在讲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每一次讲的时候 它的侧重点 它的反体不相同的 它侧重点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这里 讲加行道的时候 主要是后德的时候 以有情 有情当着什么样的方式 作为大乘佛教 是不是永远都是入一个根本会定 什么都不所缘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厚得的时候 它关于有情的一些对待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会有什么慈悲心 因为它的根本会定当中 除了利息论不可思议的智慧以外 一无所得 在世俗当中有万世万物的存在 但这个存在当中 它要作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度化众生 所以在这里大家一定要知道 学《现观庄论》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不同的繁体 学会不同的点 这样之后 前后有一个细微的差别来分析 否则你如果一个比较 笼统的概念来分析的时候 好像都不断地在重复 重严 实际上没有这样的重复过失 因此以前的藏传佛教当中 前辈的个别大书讲义当中 经常也讲前面 比如说提到的和这里提到的 没有重复过失 因为前面是针对是什么 后面是针对是什么 经常会有这样的 但我们在这里 这次也不算讲得特别广 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 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吧 我特别广的话 可能也没有时间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因为一般像藏传佛教 个别的一些传统来讲 学显广庄论都是专用七年 甚至五年 三年 这样我们可能会翻语 很多隐藏的大德们的讲解 这样之后 里面细微的一些差别 可以分别开来 在这里说 又讲到了这样的思维 一讲到思维的时候 就说 他这里 我刚才讲了 所缘方面的差别 和形象方面的差别 这里所缘持乱等所缘 占一切语尽 在这里乱为等 等子里面说 包括前面的定位 人位 还有圣法位 那这四个位全部的所缘 实际上在《般若经》当中已经说了 在这里不像跟前面提到的一样 这里所缘 前面是一无所得的智慧 空性 但这里所缘都是有情的 所以佛经当中特别赞叹地说 我们在世俗当中修一切法 应该是对众生作为所缘 对众生作为对境来修的话 那这个功德也非常大 如果我们做一些坏事的话 有情作为所缘而干坏事的话 那么这个过失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说在佛经当中 这里乱等人这些功德修行的所缘 全部都是非常值得赞叹 是有情的 这就是我们这里所缘的差别 然后它的形象上面 也有差别 形象上面的差别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软位 软位有下平软位和中平软位 还有上平软位 大家都知道嘉行道的软位 软位也是分三个层次 那么在这里下平软位的时候 它有两种形象 中平软位有三种形象 而上平软位有五种形象 总共在软位都是有十种形象 前面两个 中间三个 后面五个 总共有十种形象 颂词当中它这里 因为前面的两句讲 占一切有情 指的是所缘 讲了这个所缘 它的形象怨比 指的是要讲形象 要怨有情的时候 心平等 心在这里 心平是平等性的意思 它颂词当中只出现一个 平等性 心平 等字里面包括了其他的 刚才下平软位当中 还有一个磁性 然后中平软位还有三个 上平软位还有五个 这个全部都包括在 灯子当中 然后佛经当中说了 软位有十种形 就是十种形 所缘指的是众生 然后不同的形象 在不同的位有十种形 那么下面我们分析一下 这十种形是哪 十种形呢 首先大家都知道 下平软位 颂词当中刚才已经讲了 平等性 平等性就像《四无量性》 当中所讲的一样 对任何一个众生 没有嗔恨 也没有贪心 通过真正知道 一切众生都是父母 情愿 平等的心 并不是有些人 人太差了 好像情愿都分不清楚 迷迷糊惑的 像有些精神不正常的 情人也是当不偿情人 怨敌也是当不偿 不是这样的 这不叫平等性 这叫做糊里糊涂 迷迷糊惑 这不是叫修行 那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呢 因为怨恨的地生 也是实际上当过自己的父母 而自己的父母 他也不一定对我自己特别亲 从究竟意义上来讲 并不是说 我今天父母死了 特别特别的痛苦 而怨恨的敌人死了 我非常高兴 今天一定要吃一顿饭 没有这样的 情愿都是平等的 其实这是大乘佛教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 这叫做色行 可以说是情愿平等性 这是第一个 在下平乱围的 你看嘉行道下平乱围的时候 有情愿平等性 我们有些人自己觉得 自己修行境界很不错的 你有没有下平乱围的境界 自己也可以观察自己 很多成就者 自称为成就者 但是在家里也好 亲人稍微有一点不好的时候 马上动道 或者给别人 啊 你怎么把我的亲人不恭敬 那这样说明 可能是乱围的境界还没有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了众生 现在我们当下的这些众生 对他们生起真实的慈心 慈心就是愿他们 真正得到了快乐的心 现有的 并不是一直拖着后面 或者我现在 其实我们对众生的一些利他心 当下很重要的 如果你当下生不起来 当下行为上没有行动的话 很有可能 以后就没有机缘和机会 有些人利益众生的时候 最好不能放到后面 应该你当下生起悲心的时候 当下生起慈心的时候 应该去现前 这叫做什么呢 慈心 这是下平乱围的时候 中平乱围有三种形象 一个是饶益心 饶益心就是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 在未来的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安置于快乐 这样的叫饶益心 跟前面有点不同的 他就将来对这些众生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 自己心里无私的 这样的一种饶益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无有忏悔之心 也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众生 只要让他快乐的话 非常欢喜 而没有嫉妒之心 主要摧毁嫉妒 我们凡夫人 别人快乐的时候 自己心里不舒服 觉得有点心里不快乐 有这样 但是没有这样的 只要别人快乐 不管是哪方面 任何一个方面 只要别人有财产 别人有修行很好 只要别人身体很健康 我就发自内心的 没有嗔恨心 没有嫉妒心 非常欢喜 这是第二个经 第三个心 无损脑心 无损脑心悲悯一切的有情 不管是什么样的 大家都是有特别的慈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众生都是像疯子一样 被烦恼已经迷惑着 都是迷惑着 不懂真理 不懂真相 那他们不管怎么样 有些是行持于苦因 有些是享受于苦果 这些众生都是很可怜的 因此对什么众生都有一种悲心 并不是说 我对这个人还是很好的 他很可怜的 那个众生没有 或者我对人类很慈悲的 对旁生不是这样的 对所有的 乃至旅意以上的 所有的这些众生 这样三界轮回当中 这些众生都有悲悯心 这叫做无损脑心 不但是没有想损害他们 而且确实 发自内心特别慈爱他们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中品乱味的三种心 上品乱味也同样有五种心 那么第一个是父母之心 父母之心说是 凡是与自己年老的 年长的这些 比自己年长的这些 不管是自己的亲戚也好 不是亲戚也好 凡是所有的 比自己老的这些 当作真正的父母一样 这是大乘当中 很好的一种修行 很好的 你只要比我大的这些 把我当作真正自己的父母那样 这叫做父母之心 然后第二个叫做 兄弟姐妹之心 这个是跟自己同学 跟自己同年的 跟自己同行的 跟自己同行的这些人 好像年龄也跟自己差不多 行为也是跟自己相同的 这些人当作兄弟姐妹 现在其他有些宗教 经常给别人称呼的时候 也是兄弟姐妹们 也经常这样讲 有些我们藏传佛教 特别有威望的大德们 在不同场合当中经常也 尤其是在西方弘化的过程当中 前面说 今天在座的兄弟姐妹们等等 这样的 其实兄弟姐妹们应该是很好的 我也原来想过 这个名词很好的 上下的人所有都是男女 上下所有的人都已经包括了 所以这个兄弟姐妹 这是他这里 跟自己同龄的这些 以兄弟姐妹之心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 尤其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 只有把别人当作兄弟姐妹 因为自己是独生者 这样真正的兄弟姐妹 都是有些人可能没有 这样的话 只有把别人当作兄弟姐妹 这也是符合大乘佛教的教义 没有戒戒滴滴 是吧 现在好像也有了 但是这些人 再过二十年以后 就变成这样的 所以说 二十年多以后 这是第二个心 兄弟姐妹之心 第三个心 叫做子女之心 也就是说 比自己年幼的 比自己年小的 这些都是把他当作 自己的子女来对待 这叫做子女之心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朋友之心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其他要帮助 除了把众生当作 自己的轻益稳固的朋友一样 凡是跟自己其他的 念力和其他方面没有分吧 主要是讲到 可能他所指定的范围 应该是其他众生吧 都当作自己最好的 忠诚的亲朋好友 也就是说朋友吧 从朋友方面 对自己特别有恩德的 或者轻易稳固的 这样的一种朋友来对待 我们其他的人都把他当作 自己最净灭的朋友 没有怨敌 天下的所有众生 当自己的最好的朋友 从来也不会起火 现在其实很多的诚信 世间当中也是现在在国际上 特别讲究一种诚信 包括诚信银行 诚信教义 很多很多 他们互相的信任和互相的信赖 也是我们一般作为佛教徒 也应该值得去借鉴 因为有些佛教徒 自己在内部的一些关心上 就是根本没有把众生 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 我们现在甚至有些学密法的道友 学密法的有些道友 也是里面的关心 或者说他跟非佛教徒之间的关心 弄得特别的紧张 因此我们佛教徒 首先应该是调整心态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调整心态的话 不学宗教的人也是 现在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是非常和谐 在同一个场合当中 基本上没有什么构心独教 或者是互相叛逼 互相特别 尤其是像欧美国家的 有些社会群体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信任 他们之间互相友好的话 我看可能在个别地方的 一些佛教徒之间的关系 根本跟不上他 为什么呢 可能一方面我们现在 极个别地方的一些人 本身的素质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我们连基本的一个 高尚人格都是没有的话 恐怕是大乘佛教 更高一处地说密乘的这些境界 那就没办法说了 不论通罗语 应该有时候我们看看 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当中 我们口头上怎么说 我学的佛如何如何殊胜 我们学习密法如何如何殊胜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希望在学习过程当中 一方面一定要注意 再加上我们学习 管理人员当中 包括我们学会当中的 这几年密宗班 密法班的时候 有个别的一些管理人员 整天都是用这个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没有资格 天天都是用这个棍棒来打别人 这样也不合理 我们学院教五处 我这边有一个管理的方式 也没有必要天天都是 用这个作为压力 这个作为威胁 你如果不这样的话 甚至有些个别地方的一些管理人员 这个领导完全是用自己的管理要主义 或者说自己的平台来 开始镇压别人 这种现象我希望我们这边的相关负责人 应该一方面要真正地了解 否则现在极个别地方 好像跟政府的管理方式基本上差不多 因为他难用这种权力 就认为我是当地的负责人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用这个听密法来 给你进行惩罚 这种方式绝对是不合理的 个人的关系千万不要用 我们学会的有些两个结在一起 就是你个人之间的矛盾也好 个人之间的一些冲突 不能用学会的管理来进行威胁 或者是进行压制 这是不合理的 希望在这方面 我们这边 管理这边的话 过一段时间 关于历史会和监事会相关的制度 也尽快希望落实 不要拖得太长时间 否则过一段时间可能现在我们这里很多事情 也是安排时间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个提前的准备 有些道友也应该该做的事情 尽快做下来 所以在这里我也再提一下 有时候我们朋友 实际上在大乘佛教当中 的确把它当作是非常重要的 这不是口头上的 现在有些人表面上说一些观察之语 我们是一个很好的 紧密的朋友 实际上内心一点也没有什么 对他尊重的 光是我说 你和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我特别想你 从来也没有想过 还加上一个特别 下面还有最后一个 亲友之心 亲友之心的话 同一个复习的 或者是同一个母习的 这样我们所谓的亲戚 也就是这样把所有的众生 看作自己的真正的亲人 现在很多也经常搞一些亲友对接 有这种方式 现在有些地方的政府 也是把人们当作真诚的亲友 但他们真正能不能做到呢 很难说 如果做到的话 这是很好的 我们大乘佛教当中 这不是口头上的 真正要做到 比如说在《经庄严论》当中 讲上师的法相的时候 上师也把弟子真正当作 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 这是一个大乘佛教的基本要求 我们讲发菩提心的时候 可能就是利益众生 放在重要的位置 因此把众生当作自己的亲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可分的 这个众生是我的亲人 那个众生不是亲人 不像现在世间人 现在世间人可能把这个众生当作亲人 但是那个国家的众生 不一定当作亲人 尤其是跟自己关心不太好的国家的人 如果当亲人的话 那可能你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会有这样的 但是大乘佛教不是这样的 不但是把所有人类当作自己的亲人 甚至其他的 包括动物这些也是当作 因此在大乘佛教当中的确把利益众生 放在重要的位置 现在很多人经常讲一些出家 出家也是很好的 但是在大乘佛教当中 实际上利益众生是最好的出家 也有这样的 记得在《文殊游戏经》 藏文当中有 汉文当中不知道有没有 《文殊游戏经》当中有一个故事 但这个故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大概讲一下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以后再广讲 今天《文殊游戏经》当中讲到了 以前在印度有一个地方 当时好像为神愿望 有国王 有大臣 也有一些商人 这么一个聚会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 整个身体发光 不管到那里都是有金光散散的 有一个美女 她的名字叫做妙金光 她因为发出金的光芒 所以叫做妙金光 她当地也是很出名的一个妓女 当时是这样的 然后当时很多的圣子官员也好 商人也好 都特别喜欢她 有一次她去跟一个商主的儿子 也就是说现在的老板的儿子 我们可能现在有些大商人的 然后跟她一起准备去花园 当时文殊菩萨要度化她的时机 发现时机已经成熟了 当时文殊菩萨的身体也发出光芒 甚至遮蔽了日月的光 然后整个妙金光的光 自然而然逊色 她当时很惊讶 觉得说 怎么好看的 特别好看 而且当时文殊菩萨 她所穿的妙衣也好 装饰也好 都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好看 然后这个时候她对商主儿子 跟其他人贪心减少了 对文殊菩萨生起贪爱之心 那个时候文殊菩萨化现 一个多闻天子变成一个人 出现在她面前 告诉她你不应该对文殊 她就是文殊菩萨 对菩萨不应该生起这样的心 但是文殊菩萨确实也是 能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 并且你有什么求 她会给你的 当时那个妙金光美女想 这样的话 她的衣服太好看了 我应该求衣服 像文殊菩萨说要 她很好看的衣服 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 特别喜欢妙艺 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告诉她 如果趋入菩提的话 我可以给你 她不懂 什么叫菩提啊 她也不懂 文殊菩萨给她讲了 平等空性的法门 然后她以为是利根 她当下通达了平等空性的教义 从此之后 她受居士戒 然后开始给别人也宣说 一切色法像水中的原因一样 这种显而无自信的法门 让很多的天人 包括跟着她的有些两百多个粉丝 这些都是已经发无上菩提心 有些是获得了不同的正果 后来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情节吧 我不讲了 因为现在是讲现观状论 不是讲故事 中间讲到什么呢 后来她想出家 她在文殊菩萨面前 请求出家 剃头出家 文殊菩萨告诉她 剃头出家 这不是菩萨的出家 菩萨的出家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精进 她按照文殊菩萨的教言 后来以在家的形象 还要度化 包括原来的那位上主叫做示威 是布施的示 威是威惧的威 示威上主等她就进行 以在家的身份来度化 所以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到 刚才这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有些人真正是 想有出家的缘分的话 当然也是很好的 但现在城市里面的有些在家人 可能确实各方面 出家的因缘不一定具足的 但是从大乘佛教角度讲 体法不一定是真正的出家 因为真正是利益众生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精进的话 这就是菩萨的出家 这是文殊菩萨的语言 也是《文殊游戏经》的观点 因此有些出家人也不能认为 我现在已经出家了 什么都可以了 其实出家从小乘来讲 我们前面也是提过 自己要前往一个寂静的地方 自己希求解脱 好好地受持清净戒律 然后行持善法 这样出家的意义已经圆满了 而作为大乘佛教来讲 它不仅仅是 当然你有了出家的身份的话 自相续当中的很多烦恼 痛苦 减少了很多 这样之后 这也是一种方便方法 非常好的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大乘的证者出家实际上就是要利益众生 如果你没有利益众生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小乘的出家 不叫大乘的出家 所以我们自己 包括现在汉传佛教的很多出家人 可能闻谁都觉得 我是出家人 那你是小乘出家人 还是大乘出家人 他可能会说大乘出家人 那么我们藏传佛教的 很多出家人也是同样的 问他 你是大乘出家人 还是小乘出家人 他可能自己认为是大乘出家人 如果真正大乘出家人 根据这个经典的观点 利益众生才算是 真正最好的大乘出家人 当然小乘出家的形象 也是在不同场合当中 有时候也是非常方便 小乘出家人 因为小乘的出家人 比如说我们穿着出家的一些威仪 实际上对有些众生来讲 度化非常方便 如果是一个出家人 而且披上他的袈裟 威仪特别清净的话 那么其他的在家人 看到出家人的威仪的时候 对整个佛法生起信心 以前噶当派的恰噶瓦格西 夏拉瓦格西 他说过 如果你要前往在家的群体的时候 那么你驾沙披好 行为要如法 威仪如法 那这样的话 在家人看了之后 通过你的威仪 对出家人生起信心 并在他的相续当中 能种下出家的善根 这句话我觉得也很重要的 如果一个威仪 很清净的出家人 行路的时候 别人看到 噢 这些出家人很寂静 很快乐 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烦恼 这样的话 他的相续当中也种下一个 他虽然现在 可能没有出家的因缘和机会 但是他相续当中 出家的善根或者习气 种子就种下来了 但如果反过来说 当然出家人的威仪不清净 或者言辞不合理 那这样的话 反而可能他相续当中 种下了邪见的种子 然后他以后再也不想出家了 有个别也有这样的 有些当然这些在家人 他自己的邪见和颠倒心是所导致的 有些的确也是可能外面 末法时代的有些出家人 都行为不如法而导致的 我们当然对出家很赞同 这是佛法身当中的圣宝 应该是很好的 但圣宝也是 他自己应该相续当中 即使你相续当中 没有灭地和道地的功德 有持戒和行为善法的 这样的一种功德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讲过 出家戒律的话 这个是年老也好 年幼也好 年中也好 所有人的一个装饰 其他世间的装饰并非如此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 比如说戒律很清净的一个人 不管是老年人 年轻人 谁都看了 这个是特别庄严的 世间的任何一个装饰 比如说一个 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 觉得他很好看的衣服 如果老年人穿了 不一定很好看 或者是一个金耳环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如果他带着的话 很难看 七八十岁的老人 他带着的话 也可能不好看 只有年轻 所以世间的任何一个装饰 他是有世间的差别 有地方的差别 有习惯的差别 不一定随时随地都是很庄严的 但戒律的这种装饰 在何时都是庄严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到 有真实的出家的因缘 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能利益众生 再加菩萨也实际上是他 只要为利益众生而精进 这是最好的菩萨出家 这方面大家应该记住 因此我们在这里 讲到软位的时候 特别重视愿一切有情 不仅仅是软位 下面的每一位 每一个顶人还有圣法位都要 他这里所愿都是一切有情 这上面佛经当中所讲到的 加行道当中的软位的总共有十种形象 这个已经讲完了 下面讲到定位的时候 定位的时候 在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自灭出诸恶 安诸布施等 也令他诸彼 赞同法位定 这里颂词当中 自灭出诸恶 这个是讲的 下平乱为的 这里没有分 下平乱为的形象 然后安诸布施等 这是中平乱为的形象 然后中平乱为 上平乱为的形象 他这里没有 从此里面直接没有说 实际上是中平乱为 自己安诸于空性 实际上这样的 赞同笔的话 实际上令他诸彼 赞同法位定 这两句上 中 下 这三平乱为都可以加上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讲到 首先是中平乱为定位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所缘 跟前面乱为一样的 那么也是缘一切有情 因为现在是后的过程当中 全是缘一切有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直接知道 修空性的时候 还是缘有情的这种心态 一直是不能舍弃的 好像《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入定的时候像虚空一样 出定的时候因果不虚 噢 因果不虚 但这个诵书我 《中观四百论》 这是最稀有的 最稀奇的 《四百论》当中有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入定过程当中 入虚空般的境界 入定过程当中 大悲心不能舍弃的 大悲心不能舍弃的同时 因果无欺的规律 原则也不得不承认 这也是无欺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到 愿一切有情 然后这个虾平乱危的形象是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虾平乱危的时候 自己住于行持善法当中 断除一切胜口义的恶业 自己住于这样的话 自己的身体也是经常 比如说不杀生 不吸引 不偷盗等等 安住在这样 口里也一直这样赞颂 如果你自己 没有安住在这样的境界 口头上说的话 可能口是心非 不合理的 你自己行持善法 断除恶业的时候 那给别人讲也可以讲 应该我们人住在行持善法当中 不要造恶业 给别人也再讲 光是口头上讲不行 心里也是经常通行 其实心还是很重要的 心善的时候一切都善 心不善的时候一切都恶 虽然身体跟心 有时候可能形象上不同 但实际上心是最根本的 因此自己身体住于这样的 语言赞叹 心也是随着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中平乱危的形象 这是下平乱危 中平乱危的时候 自己安住布施 持戒等等 安住六波罗密度 不但是自己留住 自己的身体经常这样行持 口里也是这样赞叹 心里面也是经常这样想着 这是中平乱危 上平乱危的时候 他的形象是什么呢 自己安住在缘起空性的境界当中 一般学了中观之后 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缘起空性 世俗当中的因缘不灭 生意当中的一切万法空性 但这两个之间 有无则不生的一个关系 就这样缘起空性的境界当中 自己在别人面前也身体临行 然后口里也经常这样讲 比如说缘起法的功德 赞叹等等 然后心里的确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见解 所以在中平乱危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知道 好像前面就像小乘一样 自己不做恶事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胜口意都是不做恶事的状态当中 然后中平乱危 这个是定位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了没有 没有错是吧 错了 乱危是吧 这是我前面习惯了 今天天气有点乱说 对吧 这样说错了 这是一个智慧的特点 这是这样的 上平定位的时候 刚才下平的时候 像小乘的戒律一样断除恶事 中平定位的时候 讲到行持善法 行持世俗当中的六度万行 上平定位的时候 讲到胜义空性 也就是说无二慧 主要讲这个 那么这个是以身口意 身体离心 这以上讲到嘉行道的 定位的形象 他的所缘已经讲了 愿一切有情 下面人为也是 如是当之人 自他诸圣地 我们应该了知什么呢 刚才定位一样 人为的所缘 实际上也是一切有情 你看在这里的嘉行道当中 全是观珠有情 很重要的 然后他的形象 当之人自他诸圣地 赞文当中好像是知圣地 但实际上他的柱子 好像整个四地的意义 包括可能解释的时候 比较方便一点 因此在这里这样讲 当然具体你们自己看都可以 意思就是说 自己也好 他也好 就安住在这样四地的形象当中 四地的形象当中 大家也应该知道 苦地需要了知的 基地需要断除的 道地需要修持的 美地需要现前的 那么这四地的修行法 自己身体安住在这样的境界 口中也经常赞叹 心灵也这样想 这就是人为 也就是说 瞎平人为的形象 瞎平人为就像第一传法论里面 所讲的那样 苦极灭道的这么一个 当知苦地 当断极地 当修道地 当现灭地 这么一个境界 然后中平定位 中平人为 这里应该是中平人为 可能写错了吧 对 中平人为应该改一下 对吧 自己安住于欲留果当 身体也安住在小乘的四果当中 欲言也经常赞叹 心灵也是对这样根基的众生 就经常随喜他们 要行持他们 因为作为一个菩萨 他作为一个加行道的菩萨 他自己完全是住在一个欲留果 小乘的四果 也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要度化很多的众生 所以你要度化他的话 你自己没有现前这些果位 还不行的 因此自己的身口仪应该是 与小乘这些根基的众生 也是一起随顺 身口仪随顺他们 上平人为的形象是什么呢 就是以大乘的见解 大乘的见解也是 心里不离开大乘的见解 身体与大乘见解有关的 所有的行为不断地行持 然后口里面也赞叹 大乘见解有关的 比如说大悲和空性 双语音 这样的行为 就像《波罗普罗蜜多》 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 实际上我们心里面 应该随修随心的 身体也以这样的见解而行持 口里也经常赞叹 你们多好好多学一下 这个薄弱 多学一下空性法门 多学一下菩提心的功德 其实有些很多佛友 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当中都在讲 有些好像讲得是不是太 路上在那些 四字路口高为生的这些人面前 也是想 啊 你好好发菩提心啊 什么发菩提心啊 我听说有些道友经常到哪些地方去 也是度化众生 这也是一种学习吧 这样也应该可以 给他们讲一些大乘菩萨的 无二境界的 远离四边八斜的 空性的见解 应该是到四字路口去 给他们转法论 这也是自他诸圣地 可以这样解释 那么第四个是圣法位 如是第一法 成熟有情等 圣法位同样的 跟前面的认为一样的 他的所缘实际上是愿一切有情 利益他们 赞叹他们 欢喜他们 就是这样的 下面也可以 圣法位也分为 下品圣法位和中品圣法位 还有上品圣法位 分三个方面 下品圣法位 自己要想成熟有情 要修行刹土 这是大乘佛教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 首先是自己成熟 尽量通过各种方法来让有情成熟 我们通过传法 通过他的耳边 种下一些各方面的善根 稍微有一点境界的时候 修行刹土 比如说修极乐世界 修将来的刹土 这个心里也这样想 口中也这样说 身体也这样行持 这是什么呢 成熟有情等 这个是 中品圣法位的时候 通过修行能现前智慧 或者现前神通 身口意 也就是说 心里也这样想着 身体也安住在 让很多众生知道自己 相续当中有如此的智慧 口中也如是赞叹 这是中品圣法位 然后上品圣法位的时候 自己安住在一些 变质的智慧 当然真正的佛果还没有达到 但是你就用一定的 变质的无恶的智慧和断除 轮回当中 皆生的习气的 这样的境界和方便当中 自己这样心里也这样行的话 口中也可以这样说 然后身体也这样立行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圣法位的修行方法 这以上加行道的思维吧 这加行道的思维当中 所缘都是有情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形象都有不同的所缘 都不同的方法 因此我们自己也可能知道 很多人可能现在 还没有到达加行道 但是一旦到达的时候 也会知道的 按照蒙方仁波切的观点 我们在资粮道的时候 甚至还没有入资粮道的凡夫 与加行道比较相同的有些经济 现在也是可以现前的 我们也不能认为 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不能利益众生 不能这样的 我们还是理所能及的 大家应该要帮助众生 下面讲 先说正等菩提分不退转 我们正等加行当中 应该是第八个吧 有些不退转 有些不退转 它有略锁和广素 略锁当中 它的本体其实是圆满菩提的 一个入定和触定的智慧 就是入定触定的一个智慧 入定的话 远离四边八系的境界 触定的话 讲《正等加行》里面 所讲到的173项 这里主要略锁和广素当中 我们可能从顺觉者分 见修诸道中 所诸诸菩萨 十次不退转 其实在这里讲了 菩萨的不退转 不退转的话 有加行道的不退转 有二十种 然后有见到的不退转 好像是十六种吧 然后还有修道的不退转 有八种 我学现观赚了很多年前 中间都忘了 今天都没有时间看 没事 我加什么其他东西 来把时间递上就可以了 刚才我本来想看一点 有一点点时间 结果门全部关上 刚刚静下来翻开手 学院的负责人 他们就在圆子上面喊 我就不得不开门 我想 哦 今天没事 我就讲个故事来把它地上就可以 有时候没有吃的东西的时候 随便吃个饼干 吃个其他的 可能你们也不发现 对吧 现在我下面讲 从举则分 还是可以的 不退转讲的 一个是顺举则分 指的是加行道的二十种不退转 见到的二十六种不退转 修道的八种不退转 那么这几个不退转 所诸诸菩萨 加行道以上的这些菩萨 共有这么多的不退转向 这样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想 为什么加行道开始才有不退转 其实资粮道的时候 也有不退转向的 也有不退转的菩萨 为什么他们不讲在这里呢 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 一般来讲佛经当中 从加行道开始讲到不退转的项 资粮道当中 有时有不退转的 但是在佛经当中 并没有这么讲 因为不退转的话 实际上它有思想上 心灵的不退转 然后还有行为上的不退转 一般来讲 在加行道的时候 自己也明确知道 加行道当中的这二十种不退转 我一一地先前了 他自己心里也非常明白 因为他有这样不退转的项的时候 别人也是看出来 从他的行为上来讲 哇 这个应该是不退转的菩萨 别人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佛经当中 虽然没有广说 在资粮道的不退转向 其实还没有如 一般来讲 利根者在佛经里面讲 最利根者是从加行道开始 中根者见到 还有顿根者 八地菩萨的时候 讲到不退转 因此我们在这里 讲到不退转的时候 实际上应该知道 资粮道当中应该也是有少数不退转的菩萨 比如说 有些不退转的话 可能别人能看得出来 有些自己也应该知道的 一般来讲 退转到什么呢 退转到轮回当中 退转到恶趣当中 退转的话是这样的 因此在这里 我们要知道的是 抉择分的退转 还有见到的不退转 修道的不退转 在这里已经讲了 这些都是由菩萨的名称 然后资粮道以上的这些 并没有说 下面讲到 广说差别不退转之向 还有 宣说见到不退转向 宣说修道不退转向 对我刚才说的这个没错 下面会这三个都广说 首先加行道的不退转 也有略说 广说 广说 广舍等转等十二项 及诸俱则分 所有不退转向 这个是略说 下面会有二十种不退转向 加行道的时候 加行道如果简单的语言 归闹而言的话 实际上是在佛经当中说 与色法等 其实色法是开头的一个缘起 一直到一切智智之间的 所有的法 与色法等转等二十项 转是这里 应该是遣除的意思吧 实际上与色法等 乃至一切遍智之间 然后比如说 对四法断除失智 然后对其他的每一个法 断除什么什么方面的执著等等 它有不同的执著 所以总共有二十种向 这二十种向 住在加行道 也就是说 顺觉则分的菩萨不退转向 它不是资粮道不退转向 也不是见道和修道不退转向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这里通过一种过应 用一些得到的过的推理方式来 可以知道是菩萨相续当中的功德 比如说 世尊成立为良师父的时候 因为佛陀是良师父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无无地 能宣说四地法门 如果谁能宣说四地法门 那这不是一般的人 就是佛陀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这里讲到 不退转的这些 每一个二十种向 二十种向 实际上他得到了这种功德 因此你住于加行道德 当然我们后面可能有个别的向 可能凡夫人 还有比如说 身上无有私子 有些可能有其他的 比较相同的也有 但这个我们可能过两天 后面再分析吧 这个是有些因 安住于中心的有些原因 有其他原因也可以推辞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这里讲有这样的一种 因果的推理 或者他也可以用一种 自性的推理吧 如果用自性的推理 他完全是证悟这种境界 只有加行道德菩萨才有 而其他人不可能有的 他这种方式来 也可以进行推断 那么这样的话 这里讲到了加行道的二十种向 二十种向下面会广说的时候 都一个一个地讲 二十种不退转向 这样之后我们可能以后 对佛经的了解 包括自己的修行境界方面 也有一定的推辞 其实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大成就者 到底是不是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 否则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是成就者 但是别人都不一定 或者他的作用上不一定的 原来青海那边有一个大成就者 然后这个大成就者 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大成就者 有一个家里很多孩子都经常会死掉 让大成就者来给他们做法 但是他做了怎么样的法 也是没有起作用 后来有一个叫做全职精灭王伯 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 清净戒律的一个大德 他给他们做了一个护身带 从此之后 他们家里再也没有死孩子 这个成就者心里有点不平等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个护身带里面到底是有什么 然后他就悄悄地 后来想办法把孩子的护身带打开 打开一看 经美文部里面写了一句说 我清净戒律和修持善法的真实地 愿他们家里的妖则的违缘从此而断除 没有什么其他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地势语 所以说他这种地势语 可能我们后面还是有一些 地势语的成就相 这样的话 从此之后那个所谓的成就者 他自己觉得 噢 我的身上没有 你看我如果写这句话来 加在他护身佛的话 他不一定 他当时觉得很惭愧 从此之后才知道 噢 这个大德很了不起的 所以表面上可能两个人是一样的 但是还是不同的 乔美仁波切说 如果上师在 包括一些细解脱 这些的话 让上师加持一下 上师摸一下 上师看一下 也有很大的差别等等 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表面上看来 尤其是不信仰的人 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实际上他的成就者 还有一些不退转菩萨的相 或者他的力量 我们凡夫人很难以想象的 有些是真正有这种力量 或者加持吧 所以这些方面 我们可能一一地分析吧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seems to 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